早兩天,陝西西安霧霾非常之厲害 人走幾步就很快消失在霧霾當中 連背影都看不到 天氣真是害慘了從寧夏去西安看病的郭師傅 因為她的太太就在這個迷霧當中不見了 令郭師傅日思夜想的是自己的妻子馬玉芳 兩人從寧夏來到西安為妻子看病 但病未看好,人卻不見了 11月29日早上,整個西安被霧霧籠罩,能見到非常低 雖然郭師傅第一時間衝出去尋找 但車子仍是消妻迷霧當中 郭師傅說因為家境不好,一直都是她 在外打工補貼家用,月收入也只有兩千多元 原本妻子也是跟她一起外出打工 想不到她的精神狀況有點異常 為了盡快找到郭師傅的妻子,親戚們也都紛紛出援手 但面對眼前這個陌生的城市,大家頭都戴上 我們到這邊也不舒適,走到那裡就轉向了 妻子並沒有留下幾張照片,郭師傅也都只能夠 拿著一粒妻子衣服上的扭扣,賭物私人 得知媽媽走失了,小女兒也都非常心急地從四川趕回來 大概被郭師傅拒絕了 我還是不想要回來,我還是來回家,不用告通 讓她好好去啊 目前郭師傅已經報警,警方正在做再一步調查